虐婴事件又一桩 桃园市一名年轻母亲 十号深夜 疑似跟丈夫发生了口角 情绪失控 竟然把三个月大的男婴 丢进了龙潭大池 索性刚好有民众路过发现了 立刻报警 并且跳进池子里 救回这一名孩子 而这名狠心的妈妈 因为涉嫌杀人未遂的重罪 被法官裁定收押境界 三个月大的小婴儿 脸色惨白几乎没知觉 医护人员拼命抢救 小心翼翼的施作CPR 希望在到院前 能把这条脆弱的小生命救回来 而小婴儿会溺水 竟是生母狠心将她丢进池子里 原因只是打电话时 和老公发生口角 没想到一气之下 竟将刚出生才三个月大的小婴儿 丢进大池里 这没有什么动机 那对孩子也没有 那应该是情绪控管的问题 那她丢下去之后 她本身也很后悔 好在有路人发现报警 其中刚好有名 易消见状恶话不说 跳进池子里救起小孩 男婴被救起时 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紧急送一急救 直到上午才稍微恢复意识 目前男婴生命迹象稳定 而犯下大错的年轻妈妈 则招警方依杀人未遂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家福基金会呼吁 当情绪爆发时 除了找方法疏解 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现场 近来虐婴事件频传 根据家福基金会统计 去年14岁以下的青少年 死亡人数有1283人 而遭虐待致死的 在家福基金会接洽的个案中 就有50起 而这个数字还只是冰山一角 桃园虐婴事件 其实凸显这些案件发生 几乎都是大人 情绪控管出问题 小孩子不该是父母亲 压力下的牺牲品 记者黄历委张国良 詹淑云桃园报道